好,来,我们考察一下求职者朱海泽的职场情商如何 春节前,公司接到一批订单,时间紧,利润高 需要在春节期间加班完成,否则会被扣除违约金 如果你是负责人,你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可能会留一批人,一批人照实地放假 然后其余的可能因为过年嘛 它并不像平时的时候,真正有事的 你去忙你的自己的事情 如果没事的话,留在公司替我加班 来,同样都是一个岗位上的,都是90后 小田,你会怎么办 如果我是负责人,我肯定是会提高员工的奖金 然后平时大家忙一天 然后晚上大家一起去团建一下,嗨一下 然后过年嘛,春节 然后本身,因为本身你也是活动的执行 然后你也有策划的经验 就是你自己策划一些,大家一块包个饺子 一块看上春晚 其实大家有奖金可以拿 还是有一部分员工愿意留下来的 你需要告诉赵总和企业家们 以及那个大老师的事 你会怎么去安排这件事 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们公司连续五年春节加班 然后都是团队集体加班 因为我们每一年春晚的网络直播的网络重宝 都是我们公司在后面做的整体的包装 这是全球的 你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卡顿啊 这是我们公司应该做的一个业务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 你接到了一批订单 你要给它完成 不然你就会损失公司的利益 因为有违约金嘛 如果我们公司的人不在这中宝 我们公司出现了卡顿 那可能网络春晚全部都会瘫痪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首先我要告诉我的团队 这是我们的工作 第二,我们提高奖金 然后我们做很多福利给到员工 然后我们再去有一些关怀 有一些表彰 这些我们都会去做 但是首先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在职场里面 其实我们没有说不的权利 在某种程度上 我说一个真实案例吧 就跟这个几乎是一样的 也是活动方面的 然后呢,巧了 我们就是在今年春节 介绍这样一个项目 设计人物重要跨春节 那除了说我们提高待遇之外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你们提里面 就如果你是负责人 你怎么办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 我比任何人来得要早 走得要晚 干得要多 只要我扎在一线 没有人往后退 我觉得这个是 做活动最重要的一点 你要做负责人的时候 你就要站在一线